这种水果你肯定没吃过 长在树上的烤肠 世界上最小的熟制梵里芝 在梵里芝家族中 有一种熟制大小的修真品种 它就是熟制梵里芝 fingerthop 因为成熟后长得很像烤肠 也被称为热狗狗 熟制梵里芝是原产东南亚的一种 梵里芝科小桥木 广泛分布于普罗州 菲律宾 泰国 东南亚各岛屿 及澳大利亚西部 熟制梵里芝成熟后会从绿色 变为橙色或红色 通常两三个粗生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长在树上的烤肠 但熟制梵里芝的果实 其实很小 只有三到八厘米长 不同于大多数梵里芝白色的果肉 熟制梵里芝的果肉是黄色的 质感有点像芒果 吃起来柔软多汁 味道很像带有花香的人心果 类似水蜜桃的甜味 混合着玫瑰花瓣的香味 比大多数纯甜的梵里芝更加好吃 不过一颗小小的果实里 却有七八颗种子 能吃的果肉实在少得可怜 虽然会有一点影响口感 但你可以连皮一起吃 如果想包掉外皮 也就没什么果肉了 尽管味道十分迷人 却很少有人为了吃它深入丛林 大多成了鸟类和各种小动物的食物 种子也可以随着动物粪便四处传播 在松软的土壤中 种子会在几个月内萌发 大约五年后开始结果 如今很多人会将这种奇妙的小水果 种在庭院中观赏 也可以将枝条 夹接在番栗枝真木上 这样一两年之后就能结果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种子太多 可食率太低 这种甜美多汁的熟稚番栗枝 绝对会成为一种超受欢迎的水果 如果你在东南亚 遇到这种奇妙的小水果 一定要品尝一下哦 关注果汁台 了解更多水果知识 再次看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